与神对话 第一卷 作者 尼尔·唐纳德·沃尔什 翻译 李继红 第十四章 好了 我已经向你解释了他的一切 生命 他的运作方式 他的理由和目标 还有什么需要我解答的吗 提问 我没有什么想问的了 这次难以置信的对话充满了感激 他真是包罗万象 回头去看我最早提出的那些问题 我发现我们已经解决了前五个 他们分别和生活 关系 金钱 职业和健康有关 原本我还列出了其他问题 这你也知道的 但不知道怎么回事 已经进行的讨论 使得那些问题变得无足轻重 回答 是的 不过呢 你问都问了 让我们快速地逐一回答他们吧 我们很快就要看完这份资料啦 提问 什么资料 回答 我带来这里给你的资料啊 现在我们很快就要看完这份资料 赶紧把剩下的问题拿出来解决掉吧 提问 六 我来到人世要学习的业力功课是什么 我将要掌握些什么呢 回答 你在人世没有需要学习的东西 没有什么可供你学习 你只需要一起 也就是说只需要重新成为我 你将要掌握些什么呢 你将要掌握的是掌握本身 提问 七 有转世这回事吗 我曾经有过多少次生命 在那些生命里我都是什么 真的有业债吗 回答 很难相信仍然有人对此有疑问 我觉得真是难以想象 有许多完全可靠的人 续说过前生的经验 其中有些人还详细地 令人吃惊地描绘了 前生发生过的各种事情 这些绝对可信的资料 足以消除所有怀疑 他们绝不可能是被捏造 或者杜撰出来 欺骗研究人员或者爱人的 你曾有过647次生命 因为你非要得到准确的数字 所以我就告诉你 这是你第648次生命 在前生你曾是一切 国王 皇后 奴隶 教师 学生 大师 男性 女性 斗士 和平主义者 英雄 懦夫 杀人凶手 救命义士 智者 傻瓜 你曾是所有这些 没有 没有业债这回事 你的问题里提到的那种业债并不存在 债是某种必须或者应该偿还的东西 而你没有义务去做任何事 尽管如此 仍有些事情是你想要去做 想要选择去经验的 而这些选择里面 有的源自你以往的经验 你对这些选择的欲望是由以往的经验创造的 这是话语对你称为业的这种东西 所能做出的最佳描绘 如果业是想要变得更优秀和更出色 想要进化和成长 想要把以往的事件和经验作为衡量的标尺的内在欲望 那么是的 业确实存在 但是业并无任何要求 从不提出任何要求 你和过去相同 永远是能够自由选择的存在 提问 8.我偶尔会有非常强烈的通灵感 通灵这回事真的存在吗 我是通灵者吗 那些自称通灵的人是在跟魔鬼勾结吗 回答 是的 通灵确实存在 你就是通灵者 每个人都是通灵者 没有人不具备你所谓的通灵能力 只不过有些人不去利用它而已 利用通灵能力 无非就是利用你的第六感 显然这不算跟魔鬼勾结 否则我就不会赐予你们这种感官 当然 也没有魔鬼可以让你们去勾结 将来 也许是在第二卷 我会详细地向你解释通灵能量和通灵能力的使用方法 提问 会有第二卷呢 回答 是的 但让我们先结束这一卷 提问 9 做好事可以收钱吗 如果我选择在人世间从事治病救人的工作 也就是神的工作 我能变得非常有钱吗 或者这两者是互不兼容的 回答 这个问题我已经回答过 提问 10 信爱是好的吗 告诉我吧 这种人类经验背后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信爱如同某些宗教所说 纯粹是为了生儿育女吗 通过否定或者转化性能量 真的能够达到神圣或者光明的境界吗 没有爱可以性交吗 可以单纯为了身体的快感而性交吗 回答 信爱当然是好的啦 再说 如果我不想你们去玩某种游戏 我就不会给你们那些玩具 你会给你的孩子你不想要他们玩的东西吗 用信爱去玩吧 用它去玩吧 它是非常好玩的 嗯 信爱简直是你用你的身体所能得到的最大乐趣 如果你单纯的就物质经验而论的话 但是千万别通过滥用信爱来破坏信爱的纯真 破坏这种娱乐活动的欢愉与纯洁 别用信爱来谋取权利或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别用信爱来满足虚荣心或者控制别人 别怀着任何目的来使用信爱 除非你们追求的是付出和分享最纯粹的快乐 以及爱与被重新创造的爱 和最崇高的新月 以及新的生命 难道我没有选择一种美妙的方法来制造更多的你们吗 至于否定 前面我已经说过了 通过否定不能获得任何神圣的东西 然而 等你们认识到更大的实在 你们的欲望将会改变 所以 如果有人对性活动 或者其他各种身体活动没有什么欲望 甚至根本就没有欲望 那也不足为奇 对于某些人来说 灵魂的活动是最重要的 远比身体的活动更为愉快 各行其事 别做评判 你们应把这八字真言当成座右铭 你最后那个问题的答案是这样的 你无需为任何事情找理由 只要找到动因就够了 找到你的经验的动因 记住 经验产生自我的观念 观念产生创造 创造产生经验 你想要经验到你自己是个没有爱而性交的人吗 如果是的话 你尽管去滥交吧 你可以这么做 直到你不想再继续为止 唯一能够改变你这种 或者任何行为的事物 是你新出现的关于你的身份的想法 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这么复杂 提问 十一 假如我们必须离性爱越远越好 那你为什么还要创造出如此美好 如此神奇 如此强大的人类经验呢 怎么会这样呢 说到这个 为什么所有好玩的事情 不是违背道德 就是有背法律 或者有害健康呢 回答 我刚才所说的 其实也是对最后这个问题的回答 所有好玩的事情都不违背道德 也不有背法律 更不会有害健康 不过你们的生活是一次有趣的练习 不停地定义什么是好玩的事情 对某些人来说 好玩意味着身体的快感 对于其他人来说 好玩的含义也许全然不同 这完全取决于你们如何看待你们自己 以及你们在这里做的事情 性爱是说不完 道不尽的 但没有什么比下面的这句话更重要了 性爱即欢乐 而你们许多人偏偏将性爱变成欢乐之外的任何东西 性爱也是神圣的 是的 但欢乐和神圣的确有共通之处 实际上 他们的本质是相同的 而你们许多人并不这么认为 从你们对待性爱的态度 可以窥见你们对待生活的态度 生活原本是欢乐 是喜庆 可是它却变成一种怕 焦虑 不够 妒忌 愤怒和悲哀的经验 性爱的情况亦是如此 你们压制性爱 正如你们压制生活 而不是通过自如和快乐的享受性爱 去完整地表达自我 你们羞辱性爱 正如你们羞辱生活 你们称性爱是邪恶的 而不是把它当作最好的礼物和最大的欢愉 在辩称你没有羞辱生活之前 先来看看你们对生活的集体态度 世界上五分之四的人认为 生活是审判 是磨难 是考验 是必须偿还的业债 是有许多惨痛教训要吸取的学校 总而言之 是饱受折磨 却又等待着死后真正的欢乐的经验 你们之中有许多人如此看待生活 这已经够可耻的了 所以你们羞辱创造生命的行动本身 倒没什么值得奇怪的 伴随性爱的能量 就是伴随生命的能量 那就是生命 那种相互吸引的感受 那种想要相互靠近 相互结合的强烈 而且往往很迫切的欲望 是所有生物的重要活力 我将其灌注给万物 它是内生的 固有的 内在于太极的 你们围绕性爱 以及爱情和一切生活 建立了许多道德规范 宗教借条 社会禁忌和情感传统 这些实际上使得你们 无法去庆祝你们的存在 自由时间衣食 所有人想要的就是爱和被爱 自由时间衣食 人类却竭尽所能 使得自身不可能去爱和被爱 性爱是对爱 对别人的爱 对自己的爱 对生活的爱的非凡表达 因此你们要爱它 你们确实爱 只是不敢告诉别人而已 你们不敢展现你们有多爱它 否则你们就会被称为变态 然而这种观念才是变态的 在我们的下本书里面 我们将会更加详细地讨论性爱 更加细致地探讨它的动力 因为性爱是具有国际影响的 经验和议题 目前 你个人只要明白这个道理就好 我赐予你们的一切均不可耻 你们的身体及其功能更不可耻 没有必要隐藏你们的身体 或者其功能 也没有必要隐藏你们对它们 以及彼此之间的爱 你们的电视节目毫不顾忌地展示赤裸裸的暴力 却不敢展示赤裸裸的爱 你们整个社会也都有这种倾向 提问 十二 其他星球上有生命吗 曾经有外星人来过地球吗 我们现在正遭到外星人的监视吗 在有生之年 我们是否能够看到外星生物的证据 那些确凿无疑 不容反驳的证据 各种生命形式都有其自身的神吗 你是万物之神吗 回答 第一个问题 是的 第二个问题 是的 第三个问题 是的 我不能回答第四个问题 因为那将迫使我预测未来 这是我不愿做的事情 然而 我们将会在第二卷里 讨论这种叫做未来的事情 我们也将会在第三卷里 讨论外星生物和神的本质 提问 我的神哪 还会有第三卷哪 回答 我来把计划列在这里 第一卷含阔各种基本的真相 主要的意义 以及谈论各种重要的个人事物和问题 第二卷含阔更为深刻的真相 更为宏大的意义 以及谈论国际事物和问题 第三卷含阔你们现在所能理解的最大真相 以及谈论宇宙的事物和问题 各种宇宙的所有生灵正在处理的问题 提问 我知道了 这是命令吗 回答 不是 如果你还这么问 那么你就尚未读懂这本书 这份工作是你选择的 而你也是被选择的 事情就是如此 你明白吗 提问 明白 十三 乌托邦会在地球上出现吗 神会履行他的诺言 现身给地球人吗 有基督重灵这回事吗 世界会终结吗 圣经预言的世界末日是真的吗 有没有真正的宗教 如果有的话 是哪个呢 回答 这些问题的答案足够写一本书 而且将会占据第三卷的大量篇幅 我想让这第一卷只讨论更多个人的事物 更多实际的问题 我将会在后续的卷册中探讨具有全球和宇宙意义的各种问题和事物 提问 真的吗 我们暂时只谈这么多吗 我们不再聊下去了吗 回答 你舍不得我啊 提问 是啊 这次对话很好玩 我们现在要结束了 回答 你需要休息片刻 你的读者也需要休息片刻 本书有许多需要去吸收 有许多需要努力去理解 有许多需要去深思 休息一阵吧 然后再思考这本书 在沉思书中的道理 别感到孤单 别感到孤单 我永远与你同在 如果你有问题 日常的问题 我知道你现在就有 以后也将继续会有 你可以呼求我来进行回答 你不需要这本书的形式 这并非我对你说话的唯一方式 请在你灵魂的真相中聆听我 请在你精神的安静处聆听我 请聆听我在一切地方 每当你有问题 千万要认识到我已经予以回答 然后睁开你的眼睛去看你的世界 我的回答可能存在于 已经发表的文章 存在于已经写下 并正要宣读的布导文章 存在于设置之中的电影 存在于昨天才写旧的歌曲 存在于爱人将要说出来的话语 存在于即将结识的 新朋友的心 你的真相存在于风声的滴银 存在于溪水的潺潺 存在于雷霆的霹雳 存在于雨水的滴答 它是泥土的质感 百合的芬芳 太阳的温暖 月亮的引力 我的真相是你有需要时 最可依仗的帮助 它如夜空般美丽 如婴儿的笑声般单纯 清楚和可靠 它洪亮如剧烈的心跳 安静如天人合一时的呼吸 我将不会离开你 我无法离开你 因为你是我的造物和我的产物 我的女儿和我的儿子 我的目标和我的自我 因此 如果你感到心烦意乱 不论你在何地 不论是在何时 请呼唤我 我将会出现 带着真相和光明 及爱 智谢 首先 我最想指出本书的一切来源 是生活的一切 以及生活本身 其次 我想要感谢我的灵魂导师 他们包括了所有宗教的圣徒和智者 第三 我非常清楚地知道 我们所有人都能列出一张名单 名单上的人曾经对我们的生活造成的影响 极其有意义和极其深远 乃至我们无法对其进行分类或者描述 有些人与我们分享他们的智慧 把他们的真相说给我们听 以他们无尽的耐心容忍我们的毛病和怪癖 并且忽略所有这些缺陷 只看到我们身上最好的优点 有些人在接纳我们的同时 也拒绝接受我们的某些部分 他们知道我们并没有真正去选择这些部分 从而促使我们成长 促使我们从某种意义上变得越来越优秀 对我来说 这些人除了我的父母之外 还包括萨曼莎·戈尔斯基 塔拉·珍尼尔·沃尔什 维恩·戴维斯 布莱恩·沃尔什 马莎·莱特 遗故的小本·威尔斯 罗兰·钱伯斯 丹·西吉斯 伯瑞·卡特二世 艾伦·莫耶 安妮·布莱克威尔 道恩·弹星·弗瑞 艾德·克勒 莱曼·格里斯沃尔德 伊丽莎白·库伯勒·罗尔斯 以及亲爱的泰利克尔·惠特克 我想把我从前的几位伴侣 也归入这个群体 我愿意尊重他们的隐私 在此不去点出他们的名字 但我由衷地珍惜和感激 他们对我的生活所做出的贡献 就在我心中为所有这些神奇的人 馈赠给我的礼物而充满感恩的时候 我特别温暖地想到我的助手 佩偶和伙伴 南希·弗莱明·沃尔什 她是个拥有非凡的智慧 悲悯和爱心的女人 她已经让我明白 我对人类关系的最高思维 未必是白日梦 而可以是成真的美梦 第四 也是最后 我想要承认的是 有些人虽然与我素昧平生 但他们的生活和作品 对我具有极大的影响 乃至此刻我不得不感谢 他们曾经给我带来的精神愉悦 对人世的锐见和纯粹而简单的生活感之力 这个词组是我生造的 当别人让你品尝到真实生活的美好时 你知道你会有什么感受吗 对于我来说 这些人绝大多数是创造艺术家 或者表演艺术家 因为我正是从艺术中获得灵感 正是在艺术中度过反思的时光 正是在艺术中找到了 被表现得最完美的神 所以我想感谢约翰丹福 他的歌曲触及我的灵魂 让他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新的希望 理查德巴赫 他的作品贴近我的生活 仿佛是我亲笔所写 描绘了许多我也曾有过的经验 巴巴拉史翠山 他的导演表演和音乐技艺 反反复复地抓住我的心 让他去感受生活的真相 而不仅仅是去认识他 还有已故的罗伯特海因莱因 他那栩栩如生的文学 以其他人不敢想象的方式 提出了各种问题 并给出了答案 尼尔唐纳德·沃尔什 与神对话第一卷 到此结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